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蓝轩时间 又到了每个礼拜三 我们谈健康谈医疗的单元 在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 听起来很空灵 很缥缈 它是来自于冰岛的乐团 冰岛的乐团的话 大家如果非常熟悉的话 一个是Bjork 这个碧玉 是比较古灵精怪 那另外一个的话 就是这个团 这个Sigar Rose 我很喜欢 他们是一个团 就是说人比较多 不像是Bjork 就一个人在唱 那他们的歌曲 这个就一直都是一个 比较被认为是一个 民谣摇滚的团体 都融合了很多很优美的旋律 然后打造出一个 很空灵的氛围 那当中的话 就会像是 你会在北欧的极光当中 看到的那种感觉 就他的音乐像极光 就那种飘忽不定 非常优雅 然后也非常的 引人则思 OK好 尤其他们主唱独特的假音 也是这个Sigar Rose 是里面的非常招牌的 那么今天听到的这首歌 叫做Scale 在今天和你分享 好 那我们今天的话呢 健康医疗聊什么呢 聊是我手上这本书 这本书叫做 我期待过动而被赏识的那一天 那我们现场邀请到的呢 是传家家庭医学科的 这个负责的医师 李嘉燕老师 他同时也是呢 纪录片导演杨丽舟 他的一个作品叫做 还孩子做自己 这个纪录片当中的主角 因为这位李嘉燕医师 他的关注 然后致力于 要让过动儿的小朋友 能够 还他一个清白也好 或者还他自己 自己 自己的人生也好 是一直很致力于这件事情 好说明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的是李嘉燕老师 李嘉燕医师 李医师早 好 先早 各位朋友大家早 我是李嘉燕 这本书是最近出的吗 对 7月5号出版 但是这个 所以这本书出来的时候 事实上 这个新北市的 什么幼儿园 每天我们的 这本书是 还没有发生 对不对 已经发生了 已经发生了吗 对对 已经发生了 所以你在写的时候 你有意识到 没有吗 没有没有 我在写的时候还没发生 对吗 还没写到 出版的时候 差不多就那个时间点 对对对对 那个时间点 当然后来知道呢 这个幼儿园的老师们 并没有 并没有 如 后来大家想象中的说 为什么要彩虹要 但在当下传出来之所以让所有的家长 跟社会觉得哗然 觉得担忧的事实上 也就是 是不是我觉得过动而进的事情 在台湾过去这十几年间 就当你知道了有这种症状之后 然后呢给了他一个 本来是觉得说是一个因此 因为知道是什么状况 因此可以比较好的去陪伴他也好 去治疗他也好 但反而就很像标签化了 那所以呢 我不晓得 我不晓得一般人是怎么样看 像我对新北市那个事情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 真的吗 为了让小孩子镇定 所以会为他吃药吗 所以我很好奇 那个所谓的彩虹药 虽然没有发生 但是坊间事实上是有的 那他是一个过动而的药吗 他不是过动而的药 巴比托不是 那一般我们用在过动而的药 一般最低线药就是利他能 其他还有什么 专斯达斯瑞 好 但是这个世界我看到的是 我们的不管是大人 不管是家长或是说老师们 到底对孩子爱动的这种特质 这种儿童的天性 可以忍受的程度 所以我常常讲的说 台湾的大人好像也 我们如果说我们的台湾孩子 对很多越来越多的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那我觉得我们大人也得了一个病叫做不耐小孩症 就是我们好像对孩子 其实孩子很多的儿童特性 特性 但是你知道小孩就他的生活的目的就不是这样 小孩一张开眼睛他最想要做的就是玩 对啊 就是玩就很开心 那玩就是要动要跳 这是小孩的牵信 你知道小孩一动一跳一闹 大人就抓狂 对对 我现在我这个事件 其实我在乎的不是到底有没有喂药 而是其实整个台湾呈现的 呈现包括 其实也来也爆出说 补习班的老师 喂小孩吃 利他能过动症的药 自己喂 嗯 好 那我现在想的是说 他那补习班是多大的孩子 我没有注意到 就是说他就自己喂了 自己喂了小孩子 就喂了 那我在想的是 那我们到底是 我们 台湾大人有没有看过 就大人到底怎么了 大人 你都忘记你自己小的时候吗 是 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是孩子过 曾经是儿童 对啊 那我们都知道小的时候 就是喜欢做很多冒险的事情 我们做什么事情 就是想要好玩有趣 然后很酷很帅 这才是小孩存在生活的目标 那跟大人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那可是大人现在是硬要把 我们大人希望的这种 生存的目标压在小孩身上 那小孩你也要照我的要求去做 我们完全忘了 这不是小孩 这如果是小孩像你这样去做的话 像大人的要求 就是机器人 对啊 而且他就是一个缺乏童真 缺乏童年回忆的一个 长大以后的人了 所以对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是还蛮 蛮必须要去正视他的了 那所以虽然有关于呢 这个新北市 就幸好其实并没有那个事件发生 但也因为那个关系 我问了一些我这个医生的朋友 其实有些医生会被家长要求 确实觉得说啊小孩子 就算没有到所谓的被认定是过冻儿 因为我们待会会聊 就是你被认定为这个 过冻儿有过冻症的话 是要有一些条件的 就算他没有符合 但是呢也都因为想要让他能够 什么乖乖的睡觉啦 这个不要跑来跑去啦 不要动来动去啦 所以会有一些 让他吃起来镇定的 安眠的药 所以我 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 所以 这个问题还牵涉到一个就是 我们的大人在现在生活中 因为自己太劳累了 对我觉得压力也大 压力太大了 就好像我有一次去演讲 然后讲的是 要看到孩子的亮光 然后就要 大人当然要去了解小孩 看到小孩 听到小孩 然后有一个妈妈 后来就举手发问说 我其实每天上班都很累了 我下班更累 我小孩回来要跟我讲 今天大家讲一些学校发生的事情 我其实也没有 力气去听 我不想听了 你知道听到 这样的一个 真的是他 愿意诚实的说出来 可是我想这不是只有 这个妈妈的心声 很多的父母也有这样的心声 就是 我说我们不耐小孩 这不只是我们 已经忘记我们自己 生日的小孩 还包括我们大人自己 都疲惫的要死 压力都到了要命 所以也没有力气 去 我们认为一个父母应该 比较好的 跟孩子互动的那种 缓慢的 理解的 温和的方式 可能也没有力气去做 现在人的压力 确实是真的更大 但是 我觉得在你的书里面 一打开来看没多久 你就会发现说 事实上这个事情 是环环相扣的 它是一个相互影响的 或许对父母亲来说 压力真的真的很大 但很多父母亲 也没有说大到说 就自己觉得说 要去喂药给小孩子 让小孩子安静 而是很多次来自学校的老师 这点我也很惊讶 就是在你书里头讲到 说很多的 去你的门诊里面的 很多的家长是告诉你说 因为老师不断的提醒我说 因为老师不断的提醒我说 你的小朋友在学校里面 动来动去动来动去 整个班级都没有办法安你 所以你去带他去看医生 而且叫他要吃药 有到这种程度吗 就是说 就蛮普遍的 所以我就说 那老师应该也有老师的压力 但是是什么样的一种 集体压力跟认知 会让学校的老师们 跟家庭里面的父母亲 会决定要这样子去 对待小朋友 而且这样子的小朋友 真正过动的有多少 而且过动的应对方式 是就是喂药吗 喂药真的不会不好吗 所以我们休学回来 好好地深入来聊这个话题 我想这一次 为什么李嘉燕医师 会决定写一本书 就期待过动而可以被赏识 因为他动 动搞不好有动的好处 对不对 他搞不好会很适合 去当运动员 更适合去当发明家 有没有办法是这种 比较可以共同 很多管并进的一个辅导方式 让这些过度好动 需要放电的小朋友 有能够除了吃药之外 更好的对待 我们休学马上回来 好回到联讯时间 继续回到现场 邀请到的李嘉燕医师 他特别从高雄上来 那聊这本呢 他最近写的书叫做 我期待过动而被赏识的那一天 那事实上呢 李医师他关注 或者他特别的针对 过动而希望不断的 你也做了很多的 就是卫教也好 演讲也好 然后参与这个纪录片的拍摄也好 就是希望可以还给郭动而一个可能更开阔一点点的对待的可能性吧 所以我们来讲一下 就是说到底你在门诊宁碰到的大人们有多么的焦虑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老师们 老师 其实父母来的时候 我觉得刚开始让我觉得最讶异的就是 每一个父母来 每一对父母来 尤其是妈妈 几乎都是哭着来的 你知道那个压力有多大 就是一看到就开始哭 一个一个都是这样 那很多的都是告诉我说 去上学 尤其是上小学 一年起 一年起 就刚刚要进去的时候 对对对刚刚去 然后第一个月 然后第一个九月十月 然后就被老师说 我们家小孩可能是助力不足过动而 你要带他去看病啊 那对一个妈妈来讲 尤其是妈妈 因为孩子几乎在台湾还是都妈妈在照顾 那对他来讲是晴天霹雳 就是什么 你叫我小孩去看精神科 怎么搞的 好 所以现在的这个 AHDH 它是被放在精神科 它是儿童精神科啊 是儿童精神科 对它是儿童精神科 虽然我们有把它名字改好听一点 叫儿童心智科 可是它就是属于在精神科里头 所以这问题上 事实上在台湾社会当中的印象 其实基本上就会有一个标签化的状况 就已经下去了 对对对 然后所以那么小看精神科 尤其是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这个病你如果上媒体去看 如果很多现在又有网络 大家一咕咕 Google 那我们的我们专业的宣传对要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就会告诉你说 这个病啊是遗传的 然后你要早期诊断早期治疗 你要是这个孩子要不治疗不吃药的话 那你错过黄金治疗期 那这个孩子以后长大 他不只是成绩不好 他会人缘也不好 他会出现犯规违规的行为 会长大之后会经常犯罪 会出入法院 他会经常出车祸 他会不会不会不会 就会出现很多 这样子一连串的 你上网去Google 你都看一看得到 那你想想一看 如果一个妈妈 他的孩子被父母被孩子被这样说 他会不会上网去看这是一个什么毛病 那你看之下会不会爆哭 会一定是爆哭的 而且如果你刚刚讲说是遗传 那他可能搞不好还会怪自己 对我在一次演讲中 其实我们以前 我以前开始演讲的时候 我都会说这个病跟遗传有关 那就我妈妈就在台下哭给我看了 那我下去问他就说 你说是遗传的 那是我害的 那是我害了我的孩子一辈子 因为这样是遗传是基因 它是不会改变的 那就是我的问题啊 可是如果是遗传的话 为什么在我们这一代里面 他的展现都没有那么的明显 人家或者是说实际上有 对对对对 以前的大人我们的爸妈看我们这个觉得很正常 对对对 那也有门不疲的啦 很多人就说其实是以前就有 那因为这个病呢 大概在1990年代才开始被发明出来这个病 所以我们在1990年之前出生的大人 很多我们其实有很多人就说本来就有啦 只是那时候就是打啦打一打啦骂啦 然后小孩就乖一下啦 然后最后孩子又皮嘛 对 那我们以前就会说啊这个小孩超级皮很难教 教不好 是 对就是这样去讲这个孩子 但是现在就不一样啦 现在就会说哎你就是过动 然后你就去看病去吃药 而且就要精神科 而且就 就是精神科去看病吃药 那老师有老师的苦 我觉得老师我今晚也去学校也讲过 那老师就会说 那我们又不是专业的我们就会收到上一些课 就告诉我们有这些症状 有哪些症状什么 就是没有办法专注的写作业 然后很没有办法专注的听课 上课的时候会不会比较走动 或是没有办法好想再听别人说话 然后叫他去做安排一些活动 他有困难 常常东西掉东掉西的 交代他的事情 我到现在还会掉东掉西 我常说我也是 我比较雨伞丢了几把你知道吗 以后都不敢拿那个长版的 就要拿那个包包里面塞的下去 我也是 不然一定丢掉 一定掉 而且我小时候才好笑 我常常那个没带书包就去上学 就很好笑啊 没有书包你忘记带回来 没有忘记带回来 都会忘记带去 然后其实 脚踏车为什么那么轻啊 一看没有书包 对所以这些都是可疑的症状 感严重的啊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 外来刺激你 你就分心 然后要你好好的安静的玩 你不会安静的玩 别人问题还没问完 你就急着回答 然后叫你好好排队 你不会排队 就是这种 那上课的时候会 起来任意走动 然后呢 上课的时候 在那边玩弄东西 玩手脚玩笔 这些症状 因为这些症状告诉了老师说 我们有量表嘛 你上网都有量表 老师一看 这个无核量表 拿几点拿几点 所以很像嘛 那我们就是被这样教的 老师说 我们不是专业 但我们被这样教的 所以我们当然就是 好心善意的去 记妈妈带 爸爸妈妈带孩子去看 禁告知的义务 对禁告知的义务 不然我要是耽误了他怎么办 然后老师有这样的焦虑啊 对 所以老师有老师的苦 父母亲有父母亲的苦 但到最终 有没有更好的方式 否则就是苦了孩子 我们休息一会儿再回来 好 回到来时时间 继续回来现场 邀请到的这个 从高雄上来的家庭医师 李嘉燕医师 来聊 有关于过动儿 这件话题 那因为这个等于是从 你刚刚讲的1990年 这个疾病被定义 被发明 我觉得发明这两个字 其实还蛮特别 疾病怎么可以被发明 所以应该是一直以来 都存在 可以说被发现 被发现 然后确定这个病名 对对对 那到现在就变成说 会不会有点点被过度的使用了 或者说他在被对待的方式当中 会不会有点点 就是尤其在东方世界 东方的家庭 我们的升学体制当中 很强叫课堂里面的秩序跟学习跟成绩 这样的一个氛围里面 特别的有点被扩大 被过度滥用 我觉得这是我们要探讨的话题 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说去定义它 怎么定义 所以刚才讲半天 像李医师就说 他觉得里面的每一点几乎他都有 所以就我们真的试着回过头去想进小时候 我觉得就算没有通通都有 应该中间一两项一定有嘛 对不对 一般人大概好几项都会有 对啊 所以他到底要怎么被定义啊 所以我第一次说他会太宽了 这个所谓的量表 对当然他还有后面有很大的一个条件 就是说第一个你必须符合六项以上 六项以上 第二个就是说你不会 你不能说只有在学校这样在家里不会 就你必须在情境在每一个场域 你都比如说你暗清班也这样 你在学校也这样 在家里也会这样等等 再来就是 如果不是说在不同情境都有同样表现 就代表我们可能是因为情境使然 可能是家里面怎么样 对我们就会碰到 父母会说这家里还好的 在学校就会跟老师抗议啊 呛吓啦 就是你然后不愿意上上的课啊 那家里还好好的 那你就知道说 那是学校是问题 但是有些孩子很怪啊 妈妈还拿药去学校给老师说 要为他吃药 结果老师说我觉得这孩子是学校好好的 哈哈哈哈 在家里面 对对对 那还是家里的问题 就是父母对他要求太过于 不是适合小孩的 虎妈之类的 对对对对 有碰过好多虎妈虎爸 嗯 就是考试没有考全班第一名 都觉得他有病那种 嗯 我们有碰过这样的家长 嗯 那所以他还有一个条件就是 他必须已经影响到造成困扰 他的学习跟交朋友 嗯 造成困扰了 就我觉得这个条件是很重要的 嗯 因为很多孩子你可能他很爱讲话啊 可是他学习也没有困难啊 那朋友也不熟啊 我又是在媒体人手说 懂该说话 对 但是他交朋友跟学习都没有困扰 他只是上课爱讲话 然后让老师上课上起来很不顺 啊对 然后是就觉得 但是这不是病啊 因为我们最重要 我常常说医疗是要协助这个个案 嗯 让他有更美好的生活 是 那他所以孩子对孩子来讲 他的生活干嘛 他的生活就是要学习 还有要交朋友 嗯 那如果还学习跟交朋友 没有什么大困扰 那这样子有病 就是这个困扰是谁的困扰 对 对不对啊 我就觉得我们都觉得 到底是谁的困扰 然后我们专业的人 到底是在解决谁的困扰 嗯 嗯 现在老师上课秩序要维持的困扰 还是父母亲在家里面 觉得小孩子太吵不听话的困扰 或者是真正小孩子的困扰 这真的要区分清楚 是这样分就是分清楚 那所以说这个定义很容易就好像 你知道吗 我们有三地相 你如果去花莲啊 你就会碰到很怪 花莲的孩子们被诊断过动症的比例特别高 你你会觉得很压抑 那么在山上跑来跑去跑来跑去 都会 不就习惯了吗 比如说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诊断是让我觉得很压抑 是说我们完全没有顾虑到这个孩子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 还有他们的传统无话 嗯 无话怎么样传统无话的背景之下养大的小孩 那所以这个论文都有哦 就是花莲香 三地香的小孩是全台湾最多比率是原住民的原住民的小孩是最多比率是助力不足 而且他们也最多是我们那个什么棒球的国手是什么跑步最厉害的人 歌手 唱歌对不对 最好听的那这些 跳舞歌唱歌运动的强项 所以我说说这个诊断其实要非常的审慎 而且必须很缓慢 你不能把时间拉长 你要把时间拉长 你不能一次两次 因为你要够去了解理解他的成长环境啊 嗯 你知道这要很长的时间 因为我们是看着时间不可能多长的时间 对 我看你上面写说至少这些所谓的症状要符合六项以上之外 要维持对对对要持续六个月半年的时间 而且我们要去思考就像我说原住民的孩子 我就说他们是在是是在大高山上跑啊跳啊 他们这样成长的小孩 然后现在我们去学校上学了 我们关在水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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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笼子里面 然后我们规定你40分钟都不可以乱动不可以起来走 嗯好小学40分钟国高中50分钟你都不可以起来走 你知道这对一个孩子在这样成长过程中长大小孩 那是个多困难的事情 那跟软禁是没差异的 真的真的真的 像我从小就爱爬树 我都大了也还很爱爬树 但大了没地方不好意思这样爬 我最好去参加那种爬树学校办的爬树活动 就觉得 因为从小就喜欢爬树啊 爬树不是家里面附近有树就爬上去了吗 现在你看现在有困难 现在看到一个小孩在爬树 我们下面一定会有很多的路连甲乙丙丁 哎小孩有什么在管啊 这不是很危险吗 哦 我们现在很多路连甲乙丙丁 对 可是你说这种坐在这种大树上 然后有些那种树干路这种粗粗的厚厚的 然后很有能够被包覆感觉好好玩啊 好像一个不一样的世界有没有 所以你看小孩都很喜欢建树屋 对啊对啊 就很好玩哦 可是你对就在书上爬在上面然后可以看下面的人 然后对对对 这样来来往往来往往 可能丢个东西下去 他没有要开玩笑的 会 会 有这个冲动 是是是是 而且偶尔会这样干 不要丢太大的东西就是了 对 这这这这就是 我们就是回想 就学孩子嘛 这就是儿童特质 就是啊 这就是我的这本书里面我特别献给他的 儿童文学家 也是儿童学习家会 他最强调什么是儿童性儿童特质 嗯 因为他也是一个很爱爬出的大人 啊 是 所以对啊对啊 我们刚刚讲的姓家会 他在我们节目里面出现过至少两次 他刚刚从英国回来的时候 就是儿童文学嘛 这个掉进兔子洞 还有后来他写了一本 就是跟漫画家合作 就画了一个希望小提琴 讲到绿岛的故事 让小孩子知道 这个台湾曾经有过的 我就觉得很棒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小孩子的特质 大人是不是可以重新回想自己小时候 而且这样子的珍贵 实际上也是让你现在长大之后 有那么丰富的回忆 让你之所以成为你自己的一个很很重要的一个 你们的元素 也或许是你过去或许你不曾有过 但是你应该更要给孩子这样的一个空间 跟这样的一个童年嘛 所以我在这本书里看到这个李医师讲到一个例子 我觉得很很感动也很值得跟家长跟老师们分享 就是说你说有个小朋友在台湾就被认为是过动嘛 这个注意力不足的过动症 但是他到了哪一个国家去以后 南非 结果呢 他家长就发现奇怪到南非学校之后呢 好好的 这个小孩子都没有被投诉 老师也没有被抱怨 因为有带去看医生 医生说他没病 他没病 然后老师 家长就去学校看这小朋友到底是怎么样 我们休息回来告诉大家 那个小朋友是怎么样 老师觉得好的很 马上回来 好回到蓝薛时间继续回到现场邀请到了李嘉燕医师 他出了这本我期待过动而被赏识的那一天 我们刚讲的那个故事啊 所以那个小朋友到了南非去之后呢 我觉得他真的就是被赏识了 他他不被认为有任何奇怪的地方 他认为他就是一个很很正常的小朋友 那父母亲妈妈到了学校看到他这个小朋友 他坐在地上上课 我觉得太棒了 我觉得那一段话 然后对 然后老师就告诉家长觉得他为什么坐在地上 他只要不应该让别人他坐在地上上课 跟出来椅子上上课 有什么差别呢 我真的觉得好棒啊 所以这个妈妈告诉我 那时候她是我的朋友 然后在台湾的时候真的是焦头烂尔 她还跟我说我已经什么方法都使劲了 大家去看病也吃很多药 所以她是真的被诊断 她是被诊断 也吃药了 也吃药了 那为什么妈妈觉得要送到南非去 不是送去 是因为她爸爸是一位教授 所以到南非去当课座教授 就一起带去 一起过去了 实际上就因缘气会 不是很刻意过去的 那到南非之后 就在台湾的时候 焦头烂尔到妈妈说 我甚至连教堂都一直 每个礼拜都很规则去拜 去祈祷 但是我说她真的什么方法都用尽了 真的 就是用信主耶稣的方式 希望很多 祷告 祷告 然后都这么压力大 压力很大 压力很大 就是压力很大 因为老师会 你知道吗 因为现在老师都很讨厌 都会加网爱群组啊 有那么家庭的练络部 联络部是纸本的 那还有LINE 蜡里面的群组 所以你就会看到 那个联络部 每天老师都是用红笔写 你小孩今天又出了什么事 又惹了什么祸 每天每天 然后蜡也随时都会告诉她 妈妈你那么来学校一下等等 你今天小孩又怎么了 你知道那种 对尤其是妈妈 对一个全心全意在养 照顾小孩的母亲来讲 对她来讲 养小孩把小孩养好 是她这一生 最重要的人生的目标 那我的孩子养成这样 一直被教去学校 然后老师一直在批评她 而且是有时候是老师批评 有时候是老师 就是不耐其他家长们的投诉 都有 没错 这个我也有碰过 对啊 然后所以 妈妈真的是 就是快要崩溃 然后到南非之后 她就像南轩宁说的 就是这样 她竟然可以 她妈妈会说 我看傻眼 她就坐在地上 很索意的坐在地上 然后这样上课 她多大年纪 那个小朋友 那时候是已经国中了 国中了 对 中学就是中学 南非的国中也还是 中学还是可以让孩子 这样那么 那么自在的上课 中学 所以后来 然后我就 因为我还有跟她联系 我说 那小孩现在怎么样 说 我们今年在那个 麻省理工学院跟哈佛 我再选一个学校 真的 所以那个小孩子已经 就念大学了 对 后来她选麻省理工学院 很优秀啊 是 然后 我就会看到 现在从此就没有吃药了吗 就到南非吃药 没有到南非吃药 就不必吃药了 所以你看真的是 所以我才会 因为在书中有一段非常感慨的话 就是有一个妈妈 事实上 我也知道她小孩子很聪明 小孩子就从出生 都是我看的 到上小学之后就 没有办法了 因为那时候就非常聪明 非常活泼 一进来我们整个就是 哈哈大校会跟我们 护理人员聊天的那种孩子 生来就公关人员那种 然后 可是上小学就完了 就功课没办法写完 然后没办法好好上课 然后会跟同学打架 那这样之下 来找我 后来我跟她谈了几次 我就那你还是要去看病好了 儿童性质渴 然后一看病当然就吃药了 然后我就跟妈妈讲说 其实我觉得她很可惜 如果 比如她去芬兰好了 她可能就 没有问题 她可能就可以 因为芬兰就是一份 开放式的教育 然后她可以动手 做很多事情 说她可能就 一点都不需要吃药 可能还会觉得很好 那妈妈就 说了那句话给我听 所以这句话永远记得 她说 对啊 那些有钱的人 他们就把小孩带出国啊 那我们没有钱的啊 我们当然就留在台湾吃药 所以非常让我非常 现在这个体制的问题 对那是体制的 就是我们 我们很多人说 现在很多非主流学校啊 你可以去读啊 那有钱人才有办法读好吗 嗯 我们大部分呢 还是要读我们主流的公立学校嘛 嗯 不管是小学啊 国中啊都是嘛 那 我在想的是说 难道主流学校就不能改变吗 如果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孩子 不适合我们的主流教育的体制的时候 那是不是应该主流教育体制要调整呢 而不是说 有很多非主流 你去念非主流嘛 嗯 这很奇怪啊 因为你会发现越来越多小孩 不适合主流的学校了 嗯 那所以我们才说 那我们怎么去帮助这样的孩子呢 嗯 事实上有别的方式啦 你在我们用药之前 我们有试过这些方式了吗 嗯 就是让他有一个好的成长环境 我书上有写的第一个重要地方就是 让他睡得饱 吃得好 冻得够 玩得爽嘛 哈哈哈哈 这是最基本儿童人权欸 哈哈 就这八字啊 嗯 儿童人权啊 基本的生存人权嘛 可是我们知道吗 我们孩子年这个最基本儿童生存人权 都是被抹杀掉的 嗯 每个小孩睡饱啊 现在我们的主流体制学校里面 每一个孩子要几点才能睡觉 因为功课很多 有些还被发写 然后他写评量 然后因为下班的时候 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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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去接小孩 所以我都寄放在安清班 安清班 安清班有安清班的功课耶 安清班还有功课 有 好 对这是现在的状况 然后还有很多的补习 所以你不要以为 礼拜六礼拜天他们就没事了 礼拜六礼拜天不是爸妈妈带小孩去野外玩 因为上午都还要去补习 还有很多的才艺 补英文是一定要补的嘛 那其他数学怎么要不要不要嘛 然后呢你总会学学钢琴小提琴吧 然后还有画画班啊 现在小孩很忙 心肠很紧 所以我刚刚说那八样的儿童基本人生存人群 是不存在的 他们没有办法睡饱 没有办法好好的吃一顿饭 然后没有办法好好的运动 每天都有一个小时的运动时间 没有运动之外还有玩呢 没有 可是明明我们很多的论文都已经 很正式的论文都告诉我们 让孩子睡得饱 不要去乱吃什么咖啡因的东西甜食 再来让他运动的够 然后玩的很透彻 事实上是可以稳定小孩的神经 可以稳定他的神经系统 可以稳定情绪 那甚至可以帮助专注力的 这是最基本可以做到的事 对啊而且如果他后动 你就会要去动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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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 闹筋疲力竭之后 是他 但是你看就在学校 我们对过动的孩子上课的时候乱动 我们老师的处罚方向是 不准你下课 罚写课文三次 那不是适得其反吗 那应该罚他去跑操场五圈 对是这个意思吗 是这样反而还比较好一点 那不要不准他下课 我说哎呀 金老师不要不准小孩下课 因为你知道吗 很多的孩子 尤其是我们这种爱动的孩子 学校有下课时期 是他围拒上学的动力 嗯是他放电的时刻 你知道这些孩子每一个我都来 我都问说哎 在学校你最喜欢上什么课 你知道第一个答案是什么 体育课 没错几乎十个有九个会说体育课 另外那一个会告诉我 那个特别聪明的会说下课 啊上课最喜欢的事情是下课 对所以你看 这个我们孩子他就是需要动 但是你看我们孩子 你好好去想 他的生活从早上起床 然后在学校 然后到下课了 四五点下课之后 安清班 然后回到家 在在我们的小小的公寓跟大厦的房子里头 然后我们又是平良 写完了没有 订阵联络部 老师今天为什么写这个 然后你做一个考试错的 订阵了没有拿来给我检查 都是这些东西 我常常会问孩子一天的作息 当然来看我就说 从早上起来一直问问问到 我就说 我觉得你好可怜哦 你在生活好无聊啊 对啊而且坦白讲 从这样子描述起来 你会慢慢知道说呢 其实如果小时候就是这样一种 那么大的压力的话 我们的青少年其实 自杀率啊 自残率啊 他的什么忧郁症啊 等等的 这个状况真的是越来越多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就是衍生而来的问题 因为你知道我们本来说 我们的活那么大了 你觉得你什么时候最能自由自在最快乐 就小时候啊 对 就小时候 只有小的时候 我觉得我最美好的回忆 不是像也很不错啦 我都很多美好回忆都是在小时候 对但是你可以最放松最没有压力最快乐的时光 想一想 我们续续再回来 好回到蓝轩时机 继续回到现场 邀请到的李佳燕 医师而来聊 他这本 我期待互动而被赏识的那一天 我相信这个标题很棒 就我相信很多的家长 他也未必真的希望 用那种方式去对待自己家里面的孩子 如果他是一个过动 他也希望他能够被人家赏识 只是说当整个的社会 当整个的体制 他们不赏识这样的过动 而被视为一个麻烦制造者的时候 就比如说好像就被迫的被大人 用一个方式去对待他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情 是不是让我们可以重新的去想想 能怎么做呢 你建议 其实我常常 我很想分享的是说 我写这本书 我期待过动被赏识的那一天 他不是一个单纯的教养书 告诉你SOP小孩要怎么养 请把它看成是一本 我想要做一个温和的 温柔的革命的书 这什么样的革命呢 就是我们整个对待孩子的 不管是体制里面的教育学校 还是在家里的 父母对待孩子的方式 跟态度跟期待 请大家要做调整 因为大家都说 哎呀这是社会 可是问题是社会是每一个个体所组成的 那如果个体不改变 统统推给这是社会的潮流 这潮流就是我们每个人造成的 每个人都责乎旁贷 那你不改变 他不改变 每个人都推给别人 那谁来改变呢 所以我希望真的是每一个人 请好好的 所有的不管专业的 或者说你是非常 其实每个都是专业 不管你是在家庭 在医疗 或是你在学校 每个人都是专业 都有自己的专业 有自己的专业 自己的专业里面 你在里面 你在里头 你可以看到 好好的去 去让孩子有快乐的童年 看到好意思的亮点 因为过动的孩子 其实还有很多亮点 他精力充沛 他非常的好奇 他绝对不会屈服于权威 然后他如果对他自己 有兴趣的事情 他会全力以赴到 让所有的都惊讶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做过的 助力不足过动的孩子 是有这些亮点 你看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他们都是在运动场域上 在摇演艺术的场域上 是最亮的那颗星 那请看到他的亮点 不是每个人都要吐台湾 学科的这样的一个教育 都要学这样的东西 不是每个人都适合 读这样的东西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 把自己写得很整齐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数学的 算是都写得很漂亮 都写得正确 请看到每个孩子 都有他的特点 跟他可以发亮的地方 这是我希望我们可以做到 期待大人可以做到的 嗯嗯就是真的再重新想想 就是面对这样的孩子 就什么叫做小孩子 自己呢曾经怎么样是一个小孩子 希望怎么样被大人对待 再一个就是说 我们不要养出一样的小孩子 对不对 如果每个小孩子 一样小孩去工厂做罐头算了 真的真的 你看如果我常常觉得 这是一个社会 这是一个国家 他要往前进步的一个力量 让每个孩子都能发光 以他本来的特色 其实我们的教育都讲 是才是亲 因才施教嘛 对啊 这口号喊得多响亮啊 但是做得多少啊 嗯 每次我们每次讲这个时候 我告诉你学校老师都偷笑 嗯 因为他都知道 你没有 他们的回应都是 你自己来教看看好吗 嗯 不要再说空话了 这是不可能的 嗯 那你知道这是让你觉得多沮丧啊 嗯 因为现在做不到 不表示他不应该被做到 嗯 嗯 他是应该成为我们的理想 我们的一个目标 我们要往那部分去前进 但是你不能说做不到的啦 放弃吧 那是不对的 那希望 因为我觉得当我们放弃的时候 我们也放弃了国家未来的希望 嗯 嗯 对啊 就是我们 就是如果说小孩子 或者每一个人都有翅膀的话 我们就是不要做那个拿起剪刀 把这个翅膀修剪的 飞不起来的那个大人就是了 我相信很多事情不见得那么容易 但是就是你态度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你是不是试着要去改变 把问题提出来呢 大家共同去面对 一起去解决 那目的就是让孩子能够有更棒的童年 以及他未来可以长成一个更好的人嘛 对 嗯 OK好 非常谢谢李江彦医师到我们的现场来 跟我们分享这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 I like inside I like radio